37段感受人性的温度 孩子是中国人唯一的信仰 这句话流传于网络 虽然听起来偏激 却戳在每个人的心坎上 最大的喜悦是什么呢 喜得贵子光耀门眉 最大的悲痛是什么呢 白发人送走黑发人 你要去世以后我就没人说话来 我想要去伤心的怎么办呢 越想越伤心越伤心 我想一下 我想要个小女孩 你说不要我 难过要也要也不好受 怎么都不好受 就是心里的这个 所有那个四周家庭 所不能够逆越的 没有孩子未来太苦了 就都不敢想 我们只能自救 是吧 说能有一些希望 我们就把你挂奔 说真没了 那我们就忍奴了 你就拿 这位哭泣的大姐 是老王今晚所讲述故事的主人公之一 年近半百 四十八岁的高龄 企图用试管婴儿技术 生下自己的后代 对于如此冒险的行为 这位大姐使用了一个词语 自救 只有怀孕生孩子 才能挽救自己的生活 生孩子不但有迎接生命的喜悦 居然还有挽救生活的 如此悲壮 那个时候是11年 他正好20 突然间那个心脏 可能说是猝死的 他走了一年以后 然后想一想自己 各个方面吧 经济教育这些方面 也有能力再要一个 后来就去做了一些检查 然后决定再要一个 中间呢 两年一直在吃糖尿 后来在去年的8月份 那个做了这个死管 所以现在就是这个状态 2011年 刑力20岁的儿子 因心脏病突发猝死 整整一年 这个家庭都笼罩在 悲伤的气氛中 一年后 家人纷纷劝他们 再生一个 刑力权衡了自己的身体 经济和各方面因素 觉得有这个条件 于是45岁的他 开始了重生之路 其实我爱人刚开始觉得 哎呀年龄大了 要个孩子 肯定要受很多的苦 他是从这方面 是不愿意那个再要一个 可是我也是觉得 如果要不要一个 心里头这个坎过不去 二一个 其实我这个人挺能吃苦的 妈妈能怀孕以后 什么手肿啊脚肿啊 这些痛苦啊 这些统统的全部经历过 最主要难的就是 这个医院看病 然而困难 远比他们自己想象的要多 除了年龄的问题 行李月经出血量过大 造成停血 大夫说要调理好身体 才能做试管婴儿的培植 他四处投医 不停地吃中药 为了能尽快地把身体调理好 他曾经在中医院的 号贩子手里买过1200元的专家号 即使是这样 由于醋排卵不顺利和激素指标不合格 前两次的胚胎移植都没有成功 医生的不理解和周围人们异样的眼光 让他感到自卑 也想过放弃 这也都是无奈吧 还有很多这个妈妈们就选择了吃里人的 因为总之觉得自己年龄大了嘛 就不愿意跟年轻人挤在一起 也是一个不好意思 所以这个大家选择的 这条路走的都是挺新鲜的 我真是在吃中药的过程中 我1000多块钱的号我都挂过 因为我们排不上队 也挂不上那些好的那个中医大夫 那只能从票贩的手里买 那没什么说的 因为挂号的原因嘛 我也找过那个继生委的同志 指望着国家继生委 能给予我们这样的人一些帮助吧 其实呢也没等到这种帮助 我们也年轻过 我们也生育过 很正常的就过来了 到了这个老二的时候 哎呦我就觉得难呢 比登天都难 经常的为一个不值当的小事 吓得半死 现在看着两个孩子就是高兴的 所有的辛苦付出 也都是就感觉到高兴 就是觉得一个满整的家 2013年的8月 刑力终于载运成功 双胞胎的第一次胎动 让他兴奋不能自己 承受了各种艰辛之后 他和老伴终于在忐忑中 叛到了一对新生命的将领 咱们要说句实话 48岁的刑力 刑大姐 虽然不是吹吹老矣 但确实早已错过了生育的最佳年龄 说好听点 他这是与自然规律做斗争 说难听点 这是拿自己和胎儿的生命做赌注 但是刑力堵了 而且用一对双胞胎的出生 赌赢了 在这场生命的赌注中 他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一个可以做奶奶的人 现在开始做起了妈妈 刑力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今年已经60岁的郭敏 头发花白 矮小瘦弱 说话语速极快 走起路来也是剑步如飞 似乎总是在于时间赛跑 他每天除了匆匆忙忙 接送孩子上下学之外 其余的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屋里 给十几家小型公司 做着兼职的会计 每天工作时间 长达十几个小时之上 而他之所以这么拼命的原因 是因为60岁的他 并不是这两个四岁孩子的奶奶 而是他们的妈妈 妈妈叫什么名字 妈妈叫姑娘 爸爸呢 爸爸叫孩子 哥哥呢 哥 妹妹呢 人家姨 2010年的4月6日 当时56岁的郭敏 通过胚胎移植手术 成功地诞下了一对龙凤胎 这也刷新了北京地区产妇的年龄上限 轰动一时 妈妈 妈妈 想我的 妈衣服呢 真的 妈衣服呢 想我的 每次我推孩子出去上幼儿园的时候 很多人说 你是他老了还是他奶奶 我说我是他妈妈 我就是非常自豪地说 我就是他妈妈 我还叫孩子 叫什么呀 妈妈妈妈 两孩子做脚 一毛一粒 现在的心思 一门心思就想着这两孩子 就是想 赶快把两孩子带上 妈妈妈 洗不好 你洗完 妈妈就更可以洗脚 你会洗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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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我跟小女孩洗脚 小女孩说 妈妈我长大以后 也帮你洗脚 洗脚 洗脸脸 洗脚脚 我当时特别感动心 哎呀我说 你怎么这么好的孩子 小男孩一听她妹妹说 马上就变上说 妈妈 我长大以后 给你买好多好吃的 好多好多好吃的 什么香蕉 苹果 鸡蛋的什么 面包什么 全部列出来 好吃的 当时我心里也好高兴 哎呀我说 真好 这两孩子真好 我在府在内 我也新权新院 我也是高兴的 我去洗脚脚 生活的压力 很快将新生儿降临的喜悦冲淡 60岁了 本来是需要被儿女照顾的年纪 而郭敏 却要重新承担起新的四口之家的重担 为了养育两个年幼的孩子 性格倔强的郭敏 咬紧牙关 透支着体力 不停的打拼 基本上是早上 给他吃完奶 吃完早点 然后收药源 收药源以后 平常呢 我是做健身快 在家里做账 做账 做报表什么 然后呢 基本上五点半钟去接 接回来以后 那就我不能工作了 全面管这两孩子 那孩子睡着了以后 我就起来干活了 平常一般睡觉 基本上睡五个小时 都没有到六个小时 平均 我现在就是 就是有点缺觉 只要是把觉补来就好了 基本上没别的 这是小男孩 这是小女孩 你看 放肤的 一百年 这这好 孩子们一天一天的长大 家里的影集 每一年也都在变后 在翻动的相册中 有一张特殊的照片 令郭敏心情复杂 百感交集 十四岁 在我带她去照的 这老家 小女孩特漂亮 特听话 我封她的生日跟季 我就特别想她 现在呢 我这因为带两孩 就忙了 照片中这个娟秀的女孩 是郭敏的大女儿 刘令辉 如果还活着的话 她今年已经33岁 九年前 就在刘令辉最美好的花样年华 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夺走了她的生命 我女儿死了以后 我就什么 好难过 天天哭 天天哭 眼睛哭腫了 脑袋都是 门都崩溃了 脑袋都是痛的 天天哭 打劲太大 整夜整夜都睡不着笑 我五十岁以前呢 我头发都是 全是黑的 就是五十一岁的年 吐了一小 那这节吐了白的 郭敏 1954年出生于江西 1981年有了女儿刘令辉 那是第一代独生子女 郭敏把女儿视为掌上明珠 当时郭敏在江西当地一家小国企当会计 在郭敏看来 每月两百元的收入 不足以为女儿提供更好的生活 于是1992年 深受下海热潮的影响 生性好强的郭敏 也选择了辞职下海 背井离乡 独自去沈阳闯荡 把赚笔捡回来 所以就想自己干 那是胆子 外面肯定也需要会计 人家能干的我也能干 人家能吃苦我也能吃苦 我说我也能 人家能活生存我也能生存 郭敏始终相信 仗着自己不服输能吃苦的精神 肯定能为女儿拼下一个好的未来 来到沈阳 郭敏凭借多年的工作资历 很快找到了一份会计的工作 收入是之前的数倍 然而随着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经济衰落 在沈阳工作了几年 厂子的效益每况愈下 濒临倒闭 1997年 郭敏又辗转到了首都北京 原本打算在外工作几年 赚购女儿上大学的费用 郭敏就回老家和家人团聚 然而下海的打工生涯却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1998年无法再忍受分别的账 为了实现既定的目标 倔强的郭敏咬牙坚持 之后女儿刘领辉高中毕业如愿升学 2001年46岁的郭敏和首钢一名职工 重新组合了家庭 工作也走上了正轨 她终于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这时21岁的刘领辉也大专毕业了 郭敏帮其在北京找了一份出纳的工作 期盼多年的愿望实现了 她终于和日思夜想的女儿团聚了 面对十年未见的女儿 除了自责和遗憾 郭敏更感到了欣喜和安慰 挺聪明 她长得挺漂亮挺白 而且挺文静挺乖的孩子 每天我们两个一起出去 她去她待会上班 我就出去干活 回来的时候我特意从没人闹在那里 陪她一起回来 因为她所有笑笑 我觉得那时候是最开心的 母女团聚 其乐融融 一切都在按照郭敏所设想的铺陈开来 然而幸福的时光仅仅维持了一年 2003年非典爆发 郭敏让女儿从北京回江西老家 躲避非典 然而就在女儿回老家的那天晚上 却不幸遭遇车祸身旁 突如其来的噩耗将郭敏彻底击倒了 当时我一看这个就猛了赶快下车 一看坐在马上边 那当时就猛了 猛了之后就哭 人都晕掉了 这时候马上老板就不能动 哭不哭 我哭了 眼睛哭肿了 人都崩溃了 唯一的女儿突然去世 郭敏悲痛欲绝 昏迷不醒 被人送进了医院 甚至没能在火化前 见女儿最后一面 住院期间 郭敏收到了从老家寄来的 女儿的死亡证明和火化证明 背井离乡 一个女人的奋斗 一心就想下海 再一笔钱回来 所以就想自己干 痛失爱你 一个女人的苦难 我50岁以前 我口发的全是黑的 就是51岁的年 吐了一小子 那天吐了白的 56岁的女人做出了充满风险的决定 女儿去世以后 我就没人说话了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的小女孩 56岁的孕妇 会迎来怎样的未来 所有匪夷所思的行为举动背后 都会有存在就合理的真实生活 行李也好 郭敏也罢 都经历了只生一个好的年代 对于这一代人来说 少生孩子多种树 一对夫妻一个娃 是生活的常态 养儿防老 维系在一人身上 天伦之乐 只有一个中心 孩子就是自己的天 天塌了 有人以泪洗面 孤独终老 但郭敏 他不是这样的人 五十丧女 郭敏的未来陷入到了无际的黑暗 女儿去世后 性格一向强硬的他 开始每天祭拜观音菩萨 2008年 郭敏偶然间在一份报纸上 看到了一则豆腐块大的新闻 就是这则不起眼的消息 却像一道闪电 划过了他的脑海 唯一的女儿意外地去世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 令郭敏悲痛不已 如果此时能有一个新生命 重新降临到他的生活中 对郭敏来说 无疑于一次生命的重生 他决心要做胚胎移植手术 甚至不惜倾家荡产 孤注一掷 手术结束之后 郭敏如愿怀孕了 他一面欣喜万分 一面又紧张地为未出事的孩子 做物质的准备 挤公交做兼职 温波劳累 没想到仅一个多月 孩子便流产了 很多人劝他任命放弃 医生也建议郭敏休养一段时间 但郭敏却出人意料地 执意要求马上进行第二次手术 第二次做的时候 博士说你真坚强 你真有毅力 郭敏我真佩服你 博士都说这个话 他说我是我见过所有的人 你们最坚强 最有毅力的 他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我心里小 我就不会那么倒 总怀不上 我总可以怀上 有了第一次失败的教训 郭敏更加小心翼翼 在第二次做手术期间 他到医院对面 租了一个不到十平米的小房间 住了下来 带了个床 带了个桌子 凳子到那儿住了一个月 打针人家上面打 送饭人家上面送 我第一次没成功 我就找出经验了 找出失败的原因 人家不吃一袋在我家吗 我一定要吃三袋 56岁的郭敏 不惜一切代价 尝试各种各样的办法 目的只有一个 终于经过漫长的等待 郭敏迎来了他人生中 又一次重生的机会 特别紧张 我摁在头边去吧 看看怀上没怀上 别人都嫌检去 我老在最后一个 我都不敢进门了 上楼梯慢慢上 走到门口 我还站在门口 心里冲冲的想想 到底怀上没怀上 我一推门一进去 他那个博士学生说 你们说 恭喜你怀上了 我都好高兴 这马上松了一口气 我外人知道 双方胎 他说 不行 拿点小男孩 老天给你干嘛不要啊 他说两个女后伴 作为一名高龄孕妇 郭敏经历了 远远超过常人的 严重的妊娠反应 终于在2010年的4月6日 56岁的郭敏 产下了一对龙凤胎 他特意请人 给两个孩子 取了个吉祥如意的名字 嘉宾和嘉宜 用新生命 躲避旧生命 用新生活 忘记旧伤疤 我看这两个孩子 就比较欣慰 就是因为 就是没有原来 那么老到想问你了 眼前的幸福 属于曾经痛苦的母亲 未来的莫测 却属于年幼无知的孩子 我年大了以后 我不可能为孩子去奔波了 都靠他们自己了 用怀孕生死 重建幸福 这是母亲的幸福 还是孩子的悲剧 一个本该做奶奶的人 就这样逆天而行 再次做了妈妈 再次做妈妈 她选择了受孕 双胞胎 宁可冒着风险 也要生下双胞胎 这样的选择背后 暗含着一个女人的逻辑 我曾经失去一个 这次要上个双胞险 生活为你开了一扇窗 就会对你关上一道门 晚年得子 终于不再寂寞 但得子的晚年 只能继续奔波 2013年的7月 郭敏65岁的丈夫 突发脑梗住院 养育两个孩子的重担 全部压在了 郭敏一个人的身上 母子三人住在昌平区 一个城中村里 不到20平米的小屋 面对日益昂贵的生活成本 和小孩上学 看病等诸多问题 干了一辈子会计的郭敏 严格执行着财务计划 精打细算 滴水不漏 每周二和周五 是郭敏感激的日子 他对本村的菜市场 视而不见 却要坐公交车 赶往一个更偏远的 农贸市场 郭敏现在为远郊的 七家小型公司 所兼职会计 每家付给他的报酬 是两百或三百元不倒 生活奔波不停 郭敏透支着自己的体力 但却重新减时拼凑起 那因为大女儿的离去 那个闲不住的 必须将人生计划 掌控在自己手里的 强硬的郭敏 又回来了 对于未来 郭敏也有过一丝迷茫 因为两孩子初中毕业后 他就七十多岁了 而那个时候 他把自己没有能力赚钱 抚养两个孩子 上高中 甚至上大学 我这个人从小就懂得说 我自己更生 我就想 我两个孩子 满了七岁 六七岁 我就教他们做饭 做饭洗衣服 什么所有的那个 家务国都教会 反正所有的都 从小就自立个生 我年纪这么大 不像年纪轻的人 还可以到外面奔波 什么 可以为孩子 这个那个 我年纪大了以后 我不可能为孩子去奔波了 都靠他们自己了 所以我就是 必须让他们学问 专业技术 因为现在进程领域特别强 对吧 大学生 研究生 博士是多得很 对吧 但我只要有门技术 我不在乎 我一定要上大学 对吧 找到师傅自己工作 就行了 自从有了两个孩子 我的那种心情 就比较好多了 对吧 我看那两个孩子 就比较欣慰 对吧 就是没有原来 那么姥姥想问你了 今晚这个故事 老王讲的有点艰难 你必须理解 老年丧子的痛苦 才能接受 晚年生子的抉择 这是他们的生活 他人的生活 我们没有权利 指手画脚 失读家庭的痛苦 不仅仅是精神上 更是经济上 当养老的风险 只能由一个个原始的家庭 独自承担的时候 48岁的行李 56岁的郭敏 高龄 怀孕自救 至少不是最坏的选择 但是我们在感同身受之后 你不由的要担忧 在追求幸福的路上 这些肩负使命 被出生的孩子 他们的未来 谁能保障 他们有可能尚未成年 就必须承担 赡养父母的职责 甚至失去父母 成为孤儿 为了解决一个痛苦 而去酝酿 可能的更大悲剧 这样的战斗 是为了建造幸福呢 还是为了延续苦难呢 如果不能构建 个人社会政府 三位一体的养老保障体系 这样用生孩子自救 以孩子作为命运堵住的悲剧 还会上演 最终会成为 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 37段 在故事里面 看到真实的人 下期见 下期见